好这里开了吗 这里做一个我们这个酒驾的安装解说 大家收到配件的时候像我一样 先把配件整理开来 然后我们轻点一下 长的这个支架是有两块的 这个支架是通用的左右都是一样 然后呢中间的这个酒驾隔板有四块 也是一样的每块板子都是一样大 也不分左右的 然后这种小的背板有两块 然后这个平面的这个橙板有三块 上面每块板子它都打有两个孔的 这两个孔呢是给我们安装这个铁架的 铁架 然后图纸有一张 那么厂家配送的呢是有一个七字型的扳手 这个内六角的螺丝 这个螺丝是用安装隔板的 这个小号的螺丝呢是用来安装这个杯架的 然后我们自己呢还配送了这么一个更好安装的这个扳手啊 大家可以用这个等一下我也会给大家演示 那么我们就直接进行一个安装 大家先拿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个杯架 杯架给它安装起来啊 我们杯架对着这上面这个孔 我们用十字螺丝刀 直接将这个小螺丝给它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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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背家就安装好了 好 那么我们直接开始就是装我们酒架的主体 我们先把这些放在边上去 大家可以对着图纸安装 那我们先拿出我们一块支架 然后呢 大家拿出这个酒架的隔板 然后我们这个呢 它是需要鞋子的 大家你们可以先对一下 我们是鞋子的 然后它中间有一排排孔 它就刚好就是鞋子的 你们可以对一下 确保这个鞋子的 它这个孔位不会错 那么我们直接就是先从最下面这里 这里啊下面这里 这里开始装 那么我们用这个 是内六角的螺丝 转过来点 大家方便看一点 好 我先塞进去 我先塞进去 啊 大家螺丝不用切你的特别紧 稍微有点松弛没关系了 我们最后再进行一个加固 好啊 我们其他几块 也是一次这个顺序进行 先把这些呃 成板给它都给它上上去 啊然后我这里有个地方有个细节 要大家要注意一下哈 就是在我们大家安装这个 成板的时候 有个点就是你看这个 螺丝孔位 一定要是凹槽的在外面 你不要另外另外一侧啊 你们你们不要这一侧装进去 这一次装进去 一个是螺临不到头 另外是这个头就录在外面很难看的 好你再看一下哈 我中间是块板子 我已经上好了 那么这里呢 呃后面我们要去上这种 呃这种死心的这种板子的话 你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这个支架上面有两段 它的有两个孔密一点 一个孔跟它挨着啊 这底部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是怎么装呢 就是底下的最底下的这个孔 我们是安装这个成板的 最底下的啊 两个孔挨着的靠近下面的这个 我们是装成板 啊 螺丝先不拧紧没关系的 被然后另外两个孔啊 另外两个孔是安装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它是背板啊 我们是放在背面 我们就等于就是说前面 这是前面 那么这个是后面啊 那么我们就是要安装在下面 好 我们就等一会儿 我们就等一会儿 我们就等两个孔 我们就等一会儿 这样子就等一会儿 好 好 那 这个 呢 我 我 那中间这里还有一层啊 这层也是跟那个底下是一样的 下面的这个排是安装这块 全石的这个板子 然后上面两个口是安装 背板啊,背面的那个挡板 好,然后你看下面都安装好了 那么安装就是最顶上这块很简单 就是直接背架朝下面对着这个口 把两个螺丝上起来 我给你们说一下啊 就这个背架我们是安装在这一侧的 然后呢因为我这里是下面是背面的啊 大家自己可以考虑说 我这个背架是要靠前还是靠后 如果我是靠前 那么我就直接这么装起来就好了 如果说我说要靠后一点 那么我就把它反个方向这样子防 那么这个背架它就是在靠里面了 这个看大家这个自己喜欢吧 然后这个孔位反正它都是通用的 你转哪个方向都是能安装上去的 好 好 谢谢观看